如果香港的民主派 還想有些作為的話 它可以按照831人大的決定 在這個框架下去爭取 做一些在香港的政治活動空間 這種爭取因為有人大的決意做背景 我相信是有條件做得到的 香港的政局應該越來越明朗 我認識一些朋友 有對香港的政局相對擔憂懷疑的 有些想移民的人 他對我剛才說明朗的走勢 其實他不太認同 他反而說我都說會變成這樣 幸好走得快 如果不是就會這樣 他指最近教協要宣布解散 支聯會又有壓力 律師工會改組的時候 然後又換了人 這些情況 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管治 越修越緊 這些本來相對獨立的組織 我自己跟他們分析 任何一個社會裏面的組織 他能夠在社會裏面生存 都要跟建制 尤其是一個地方的憲政 是一致才行 不可以定位 要推翻建制 他才有生存空間 當然西方的社會 好像有很多NGO 或者相對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你在美國 你都不可以定位 否定美國的憲法 否定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基本的制度 不要說你否定 你如果 不要說是參政 你要作為一個美國的公民 你如果是外邊的人要去日籍 他都會考慮對美國的歷史認識 對美國憲法的認識 認不認同美國的憲法 你不要說在裏面從政 你做美國人 你都要認同美國的憲法 所以 你如果 你如果 好像 支聯會 已推翻 共產黨在中國的質政地位 共產黨一定不會讓你在香港搞下去 所以這些是政治團體自己的定位失誤 我都跟教協的朋友都有說過 你這個定位 之前回歸初期 中國政府還很想西方 在國際貿易 在國際關係上 給香港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令到中國政府可以借助香港 扮演這些特別的角色 所以當時是相對隱讓之外 當現在中美已經反面 都不用再顧 或者再去爭取 美國會給你有甚麼優惠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自己看 中國政府是沒有可能再容忍這些機構 繼續這樣運作下去 所以社會上有些其他的團體 如果他們的定位和教協、支聯會等類似的話 其實都是要重新檢討自己將來打算走甚麼路 否則遲早輪到這些團體 我自己看 接下來香港的政治氣候 可能會回歸前的狀態 就是回歸前 一些重大的決策 其實都在倫敦作出 而香港政府只是負責執行 回歸前 北京真的想下放給香港 可以獨立去處理這些問題 但是香港的反對派 沒有好好利用這個環境 而破壞了中國原本在回歸時 想香港扮演的角色 他得不到他想做的事 我相信他不再相信香港有能力 可以配合北京的需要 做出來的決策是跟北京一致 所以我相信一些重大的決策 會帶回北京做 變成特區政府就會像以前港英政府那樣 做執行工作為主 即是無論是立法會、行政會議 自主的空間都會被收窄 公務員就做回以前公務員要做的事 這個是在開始的時候 會出現這種情況比較多 要等到中國政府覺得基本上大局已定 如果香港的民主派 還想有些作為的話 他其實是可以按照 有八三一人大的決定 在這個框架下去爭取 做一些在香港的政治活動空間 這種爭取因為有人大的決議 做背景 我相信是有條件做得到的 即是之前爭取的那些 是脫離北京所能夠容忍的那些政治活動 其實一個就沒有得搞 另一個也都不會讓你搞 能夠搞的就是去回八三一框架 即是我自己覺得八三一框架下 都其實是有不少空間的 會好過現在的狀態 看香港的政治人物 有沒有這種智慧 去爭取更多的自主空間 喜歡明家分析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